现场直播 2014年中国平方说时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团体的第二场半决赛 第二场半决赛是在北京首冈和八一集中能源之间展开 大家看到丁宁和郭月今天也要交手 目前丁宁的排位是在整个的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 也就是胜负率是最高的运动员 这次的比赛是采取了第一阶段 就是先进行双循环的比赛 也就是一个队和另外九个队打两轮 第一轮是主场第二轮是客场 那么这样就18轮的比赛中然后来排名 最后看看这十个俱乐部队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十 那么排在第一和第四的第一到第四的这四个队进行半决赛和决赛来争夺冠军 剩下的队就不再打了 那么在双方的进行的两轮比赛中 北京首钢队和八一集中能源队是两次见面 结果两次都是北京首钢队取得胜利 一次是九轮的时候三比一胜 一次是十五轮的时候三比二胜 所以看来北京首钢队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在前一场半决赛中 也就是刚才进行的厄尔多斯东方路桥和山东鲁能的比赛中 厄尔多斯东方路桥也是两次战胜山东鲁能 但是刚才却被山东鲁能淘汰了 也就是山东鲁能是三比一战胜了厄尔多斯东方路桥 但是在此前的两次一次是三比零比三 一次是三比二 反而是山东厄尔多斯东方路桥两次战胜山东鲁能 结果在半决赛中却输了 因此这场比赛也有这种可能性 大家看到首先出场的是郭悦 郭悦是左手红楼球板互相球结合快攻 也是中国成名最早的一批选手中优秀的运动员 人们很多人都认为郭悦好像没有打到最高端 打到奥运冠军或者世界锦标赛 冠军感觉很可惜 那现在丁宁就是在整个的排名中 丁宁的排名是第一位的 他是赢了29场输了三场 排在第一排在第二的是朱雨林 排在第三的是舞阳 第四的是刘世文 第五的是穆子 第六的是李小霞 郭悦是排在第十位 他在前面是胜了11场输了9场 好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首先郭悦发球 郭悦的最大特点是爆发力比较强 他的球风呢 就是女子运动员技术男性化的特征 比较明显的一个选手 但是丁宁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全面 几乎没有死角 技术全面特长突出 防守能力极强 周旋能力极强 能进台能中台 在前面的第一阶段比赛中 郭悦和丁宁曾经有一次相遇 那就是在第十五轮的时候 也是在第一盘两个人碰到了 结果丁宁是3比0战胜了郭悦 当时的比分是11比7 11比6和12比10 看看今天郭悦有没有取胜的机会 2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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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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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3 4比4 4比4 4比2 5比5 4比5 5比5 4比4 5比5 4比3 5比5 5比6 5比4 5比6 4比5 5比5 3比5 现在国内罚球 国内今年26岁 丁宁今年是24岁 36 可以看到呢 虽然国内的攻势非常凌厉 但是在乒乓球比赛里边呢 不能为失误太多 他自己的失误呢 要明显的比喻 丁宁要多 在某种意义上 乒乓球打的也是个概率 就是你失误的概率越低 那么最终呢 你的分就会越高 另外呢 就是要有特点 要能拿分 有些运动员呢 技术很好 但是他没有得分的手段 是 的 再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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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10 11比3 这样丁宁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就绝对优势 11比3取得了胜利 好 观众朋友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1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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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定名作为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的第一主力 10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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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4 10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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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4